緬甸五十年來第一位民選總統定喬 在三月三十日宣誓就職 新政府從四月一日起正式執政 在就職典禮上定喬明確揭示 新政府執政的主要目標 緬甸歷經漫長的強人與軍政府統治 終於邁入民主新演 由翁山蘇姬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在2015年11月的國會大選 贏得壓倒新勝利 一舉拿下國會六成七次 今年三月的總統大選 代表全國民主聯盟的定喬 也順利當選總統 兩位副總統則由全民盟所提名 親族的迪歐 以及軍方提名代表敏銳擔任 定喬在就職演說中 再度重申選舉期間 全民盟所主張的修憲 但修憲與否仍然是個敏感議題 軍方在國會仍然佔有25%的席次 握有一定的否決權 緬甸的民主進程仍然挑戰重重 首先必須終止國內不同族群與政府間的 常言紛爭和武力衝突 因此從政府組織分配中可以看見全民盟力圖展現政治包容 和解意願和民族團結 在新內閣的18名部長中 有7個部長職位是延攬獨立人士入閣擔任 全民盟只有6人出任部長 其中翁山蘇姬將主張外交 教育 能源以及電力等部門 而國防 內政 國境事務等3個部門 則是由緬甸軍方指派人選 議會兩院政府議長4人當中 有3人是來自少數民族 而全民盟推舉的副總統迪歐 則是來自清族 另外新政府更增設了民族事務部 將致力於加強民族事務工作 緬甸目前正在經歷走上民主道路的陣痛期 儘管受限於緬甸憲法 翁山蘇姬無法擔任總統 他在選前就已經表示 他的地位將會凌駕總統 會實質掌控總統府 不過一般預估 三個中央部會 一名副總統 以及國會四分之一席次 仍然由軍方掌控 將會對翁山蘇姬的改革和實質權力 有一定程度的限制